海關藍茶一批拖運行李 調查局人員拆開彈性繃帶 瘋狂肉圈 裡面果然有鬼 拆到最里層 加工過的彈性繃帶 內圍用黑色膠布纏一圈 割開從側面看 全隱藏毒品海洛因 用儀器檢測 一扣進馬上亮橘燈 未拆封的小朋友背包內 內層竟然也夾藏大量白色粉末 兩名菲律賓籍的男子立刻被逮捕 事發就在高雄小港機場 調查局9月就接獲情資 鎖定了兩名從馬尼拉 飛往高雄的男子 根據了解一人40幾歲 一人20幾歲 兩人都是工人 受到金錢誘惑 成了販毒集團的車手 攜帶大量毒品 用18卷彈性繃帶包裹住 總重量超過9公斤 市值大約三四千萬台幣 彈性繃帶拆開之後 在裡面夾毒品再把它包起來 就是在彈性繃帶軸心的部分 整工交易一趟可以拿3萬多塊 兩名男子涉嫌來到台灣 不過都還沒接獲指令 不曉得毒品要轉交給誰 就在出境前被攔下來 攜帶的海洛英全露線 來台灣之後會跟菲律賓的上手聯絡 由上手去聯絡台灣的接獲人 在跟他們聯絡 但是因為他們進來台灣 在機場就被我們攔截了 所以他們還沒有機會去聯絡 菲律賓的上手 然後跟台灣的接獲人 以往跨國運毒都用吞的藏在人體內 疫情間改用包裹 沒想到這次竟然抓到 將毒品藏在醫療器材 以及兒童用的背包裡 毒銷手法花樣越來越多 不過最終任務宣告失敗 被調查局早一步攔截 TVBS新聞林一邦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